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我们将带您去我国的长寿之乡 海南城脉 按照中国和联合国长寿之乡的规定 要想成为被正式认定的长寿之乡 百岁老人人口比例必须达到每十万人中有七人 而城脉线目前每十万人口中 百岁老人已经达到了35人之多 远远超出了标准五倍 那这老人为什么会这么长寿 有什么长寿秘诀呢 我们今天就带您到城脉去享受一番休闲养生之旅 天天秘语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现在带您来到的呢就是中国长寿之乡 海南城脉 刚才您欣赏到的呢就是海南城脉 我们这次的长寿之旅呢 我请来了我的一位帮手 有请 大家好 待会儿还有我呢 你怎么又来了一位 大家好 这是我弟 这是我哥 我是建国 我是国庆 我俩是双胞胎 建国国庆 双胞胎兄弟 陈北思模仿秀达人 草根明星 这次长寿之乡的旅行 陈默和建国国庆兄弟俩 随便兵分两路 在年区探寻城脉老人的长寿秘籍 你们没想到的是 这次旅行 三位竟然遇到了不少奇妙的事情 海南城脉线位于海南岛北部 属热带气候区域 气候依然 年平均气温24摄氏度 这里空气中的复养离子含量 达到了国际A级标准 水源纯净 达到国家天然矿泉水的标准 来到城脉啊 我听说这里有三个十大 十大长寿村 十大长寿家庭 十大长寿明星 为了探寻老人们的长寿秘籍 沉默来到了十大长寿村之一的 家庭村 阿婆你们在听什么呀 这些重心 重心啊 阿婆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七十九 那快八十了呀 差不多呀 阿婆你好酷啊 阿公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九十三 九十三啊 哇这些八九十岁的阿公阿婆 怎么看得都好年轻 好有活力啊 您再想这位阿婆 七十六岁了 可穿针引线的功夫 一点不比年轻人差 阿婆说了 穿针引线和唱穷剧 对于他们来说 那都是小菜一碟 他们当中年纪最大的老人 有一个爱好 那才叫绝呢 您瞧 就是这位阿婆了 电视机前的您 能猜出她今年有多少岁了吗 阿婆你今年高瘦啊 107 哇没想到这位107岁的阿婆 居然还眼睛有神 皮肤光亮 看着就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家 美女 阿婆说 阿婆皮肤真好啊 不知道我活到这个岁数的时候 皮肤会不会有这么好 107岁的阿婆到底有什么爱好 又和长寿有没有关系呢 没想到107岁的阿婆 还是位酒精考验的老人呢 那您喝的是什么酒啊 白酒 皮酒 黄酒 还是红酒 我们决定到阿婆的家里去探究一份 喝酒啊 还有水烧 待会儿酒 我倒这么多啊 看来来 饭杯啊 来来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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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起来有个很重的这个 重要味道 很好喝 不好喝 真的不好喝 阿婆还是你喝吧 原来 阿婆从60岁左右 就开始每天早晚小酌一点药酒 到现在已经有四十几年了 这里面有红枣 枸杞 人参 当归等等几十种重要材 可都是阿婆独家秘制的 来 来 听着人家107岁阿婆的笑声 抽气纳脚一个毒 107岁阿婆长寿秘籍 每天早晚喝少量药酒 知道喝酒啊 专家告诉我们 酒的基本作用是活血通脉 促减吸收 让药材的药效加大 可是酒也是因人而异 比如有的湿热性体质 就不适合喝酒 而药酒更是如此 比如枸杞酒能降压骨肾 人参酒能驱寒输精活血 灵脂酒能易受延年 喝药酒 就更需要医生来判断自己的体质 再选择适合自己的药酒 陈墨这边找到了107岁阿婆的长寿秘籍 国庆和建国那边也有了新发现 建国国庆哥俩经过打听 来到了当地十大长寿村之一 罗易村 这村里的骑人又骑在哪儿呢 你好 你好 你不要动 你今天有多少岁了 另外一回 他吃 98 98了 98了 你还这么健康 他说你顿饭还吃两三碗 你一顿饭还吃两三碗呢 这样的碗 我们饭量这么大 真没想到 这阿公98岁了 饭量还这么大 不过这还不算什么 听说他还有绝活呢 这不 阿公听说我们要拍电视 热情的拉着哥俩来到他们家 还从屋里头拿出来布斗 这事要干嘛呀 阿公 你在这干什么 你这在干什么 气叫 叫聚叫吗 你看这个聚 如果这时候拿不紧 这个聚根本拿不动的 你看阿公都98岁了 能聚木头能劈柴 这身体就能不好吗 聚木头劈柴 对阿公来说是家务活 干起来自然不在话下 几分钟的功夫 阿公就把柴劈好了 阿公你太厉害了 你太厉害了 98岁的阿公胃口好力气大 每天都要干些家务活 98岁阿公长寿密集 每天聚木劈柴 多干活 这边我们正拍着节目呢 猛的回头一看 哎 门口怎么站着一位这么酷的阿公啊 分明就是一个老年版的蝙蝠侠嘛 阿公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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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年高兽啊 怎么95了 95了 这个自用车是你骑的吗 95了 还骑自用车 很厉害吧 你这一块真不然 哎 阿公 能把眼睛去掉吗 看着 我说 哎呀 你眼睛好亮哦 对 给我们俩唱一句 原来 这个阿公是当地非常有名的自行车老人 95岁高龄了 居然每天还能骑着自行车到老城镇去玩 这一去一回 一天就要骑上30公里的路啊 他骑45年了 他骑45年了 这个车子呀 45年了 45年了 小时候玩的骑自行车 你看 哎呦 太干事忙了 他就骑自行车很少见呀 太好玩了 阿公外面 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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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到了 那个灯的猛劲 那个精神器呀 真的 我就想 哎呀 去灯两下 你还没看 他在自行车啊 这个没有脚灯 你看 就一个铁棍 你看 哇 而且没刹车 这个我都多少年没骑的 我试试 我也学学阿公 这个车 没闸 没灵 没脚灯 看你这么骑 他没刹车 车子是不好骑 你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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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发现 阿公的鞋也很特别 你看 你看 哎呀 哎呀 这鞋的功能可多了 你看啊 橡胶底啊 不 而且还有木头板 十年八年没问题 哎呀 他骑自行车可以当刹车用 而且呢 还可以防滑 防滑 你看 一般的鞋骑不住 就这个鞋 以后如果是你要想骑这样子自行车 记住一定要做这样的鞋哦 哈哈 要是您家里不需要像前面那位阿公那样 去木头劈柴火 干那么多家务活 那您就学学这位95岁的阿公 每天做个运动一下吧 95岁阿公长寿命迹 每天骑自行车30公里做一个运动派 哎呀 接下来的长寿之旅更加神奇了啊 三个人吃到了当地最有特色的长寿餐 最关键的是啊 陈墨找到了长寿县最长寿的老人 114岁的李爱珠老人 哇 114岁 算一下 跨越了三个世纪了啊 那在他的家里 我们又发现了什么独家长寿秘籍呢 不要走开 广告之后您一定要看 114岁的最长寿老人 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 百岁长寿老人 独家长寿秘籍 乡村中国景 带您走进中国长寿之乡 海南长迈 让我们一起开启健康养生之旅 来到长寿之乡 当然要看望一下年纪最大的长寿老人了 听说这个阿婆啊 她有一个从很年轻的时候 保持到现在的饮食习惯 你说这个习惯会不会就是她长寿的秘密呢 现在我们就去找一找她 据说全城麦县年龄最大的老人 今年已经有一百一十四岁了 老人听说我们要来 早早的就站在门口等我们了 阿婆我们到您家来看看您 阿婆的儿子告诉我们 阿婆可是县里的明星人物哦 很多游客来到长寿之乡 都会慕名来看看长寿的阿婆 阿婆这迎来送往的 也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了 你们是哪里啊 北京 我问您看的话 她说你也大啊来辛苦了 阿婆的孙媳妇告诉陈墨 阿婆虽然耳朵有些听不清 但是头脑却非常清醒 心情也很好 眼神亮得很呐 一百一十四岁的阿婆 头发居然又开始长黑了 哇这该不会就是传说中的 返老还童吧 这下陈墨真是长见识了 我们真的很想知道阿婆 保持了几十年的习惯究竟是什么呢 大姐你这是在做什么呀 给你来打花生啊 真没想到 把生花生捣碎加成一点盐 喝着稀饭 就是阿婆每天必吃的东西了 据说呀 阿婆从二十几岁就喜欢吃花生 到现在 哇都已经吃了八九十年了 一百一十四岁阿婆长寿秘籍 每天吃生花生 据说呢 花生被称作长生果 具有抗老化防早衰 促进细胞发育的功效 不过除了吃花生 阿婆的家人告诉陈墨 阿婆这一生啊 从来没跟别人动过气 吵不架 待人非常的宽厚善良 这也是阿婆这么长寿很重要的原因吧 陈墨这边找到了一百一十四岁老人的长寿秘籍 见过国庆那边 拥有了重要发现 三爷你好 你高瘦了 八十秒 八十了 我看你像六十 你看他 你看我们多长寿秘籍 猜猜猜猜猜 猜猜猜多大了 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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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了 我都 哎呦阿公真是幽默呀 咱们哥俩长得有那么老吗 一下子就被列入了老年队伍 看来你们俩啊 自己直接退休了 咱们知道长寿村在哪里 就这里啊 哦 这就到了 对对对 金瓜公的指点 兄弟俩来到了这个长寿村里 老人们经常休息的地方 他们能找到老人们长寿的秘密吗 哎呀 阿婆 你今天高瘦啊 要对啊 高三婆 九十 啊 九十了 九十了 有什么长寿秘诀没有 狗味啊 狗味什么呀 狗味 哎大哥 狗味什么呀 咖啡 哦 咖啡 狗味 我们经期的发现 成本的老人有个共同的爱好 那就是都非常喜欢喝咖啡 那这喝咖啡会和长寿有关系吗 谢国国庆兄弟俩 决定到咖啡园去请教一下种咖啡的农户 它里面有丰富的矿物质 有一种叫做锡 这个锡哦 对于这个抗癌有一定的效果 尤其这个火山野红土种出来的咖啡 特别香 咖啡音又特别低 锡是人类生命必须的元素之一 有抗癌和延迟衰老等功效 其实除了咖啡 城外几乎所有的农作物都富汗戏 这不兄弟俩又找到一样当地老人常吃的东西 那就是复兮的沙土地瓜 这沙土真的好松啊 哇 哇 这么高啊 哎 是不是有点像回到童年的感觉 终于找到童年的感觉了 哈哈哈哈 快快看一下 哇 哇 紫薯啊 哎呀 哎呀 记得来城外旅游 一定要猜猜地瓜 跑一跑 才有感觉 而且吃了 能长寿哦 旅游小提示 当地天然复兮农产品很有特色 许多农家乐都是由采摘员 游客可以亲自到地里寻找采摘的乐趣 地瓜采摘价为每斤六元 哎 哎 哎 什么 什么 哎 我们发现啊 当地的长寿老人都是这地瓜 哎 我特地的给你跑两个城外地瓜 嗯 算你们俩有良心 哎 不过这地瓜呢 光吃地瓜可不行 啊 我知道有个地儿啊 咱们城外长寿老人 吃的东西在他那都能吃到 是吗 当然了 这样吧 我带你们去尝尝 走 走 这些菜都是当地人平时经常吃的 为什么能被称为长寿餐呢 这个是叫鹿蛇菜 鹿蛇菜 鹿蛇菜 对对对对对 它最重要的是降血脂和降血压 你爸我看跟蛋炒饭似的 这个不是蛋炒饭 这是什么 我们长寿其乡最著名的长寿饭 啊 有很多这个野菜 有那个捞月 捞月最主要的它是 预防肝病 治肝病 还有对风吸病都有 很好的抑制的作用 除了鹿蛇菜长寿饭 这边还有抗癌 延缓衰老的城脉拔丝地瓜 还有城脉独有的 清热解毒的香草鸡 养颜美容补充钙质和蛋白质的 热带水果鱼汤 这些啊 都是当地人就地取材的 最普通的长寿美食了 旅游小提示 在城脉不少农家乐 都可以吃到长寿餐 所有瓜菜都富含 西等微量元素 这也是当地饮食中的最大特色 人均消费80元左右 我们城脉县的这几年来 很重视老年人的这个保障工作 一年我们发工资 大概11亿多 是我们全县 80岁以上的老人 我们给他发这个长寿补助 我们单单长寿补贴 近2000万 还有你的55 南的这个60岁以上 老年补贴 这个里面也是3000多万 加起来是5000多万在里面 5000多万呢 应该来说这个支出 还是比较大的 占我们整个11.7个亿 是百分之五点几左右 旅游新观察 当地政府结合长寿之乡 打造休闲养生旅游品牌 游走长寿村 探访长寿明星 品尝长寿美食 通过开发与长寿有关的旅游资源 弘扬长寿文化和孝道文化 推动旅游发展和社会和谐 乡村工作宁 现在就出发 据我们了解啊 刚才那几位长寿的阿公阿婆 其中有好几个都是 无二无女的孤寡老人 但是他们依然生活的 那么的健康快乐 我想这和当地尊老敬老的氛围 和政府的照顾是分不开的 据我所知啊 在城外县 当地政府对老人不仅舍得花钱 还舍得出力 当地要求所有的县乡镇村干部 都要和老人结成对子 经常照看问候 老人生日要买蛋糕 老人生病了要去医院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敬老爱老的氛围 老人们才能衣食无忧 一养天年真正的健康长寿 这也是我们在当地找到的 最后一个长寿秘籍 那就是尊老爱老 而这个秘籍需要我们大家来共同做到 这也是他们老祖宗传了几千年的孝道文化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今天的有奖收拾问题是 答对的观众有机会获得月奖 广州万宝集团冰箱有限公司提供的冰箱一台 生火 生火 做饭 打屁股 是什么让他们如此坚强 要好好地走出大山 又是什么让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渴望 娃娃村的孩子们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